再開一個什麼東西 更耗喔 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就長這樣子 坐標相減平方相加再開更耗 更耗一下對不對 s 坐標相減的平方 加外坐標相減的平方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那請問你喔 這個東西一定會等於多少 一定會等於3 對不對 請問你我得到什麼東西 我得到sy 的關係式 所以請問你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就是圓的方程式 是哪一個圓的方程式 就是這個圓的方程式 這個圓的方程式就長這樣 當然你說老師長這樣有點醜 沒有關係 剛開始做出來的結果有點醜 我們可以把它改良 讓它看起來好看一點 請問你覺得這個東西如果要改良 怎麼改良會比較好看 我們不太喜歡這個根號 我們可以兩邊把它怎麼樣 把它平方 所以平方之後你猜 這個圓的方程式就可以寫成什麼樣子呢 它就可以寫成s 減掉1的主方 再加上y怎麼樣 y 減掉2的平方 然後就會等於什麼東西 3的平方 對嘛 然後這個1跟2就是它的圓心 這個3就是它的什麼東西 半徑 我告訴你圓的方程式就是這樣推出來的 這樣可以嗎 我就用這個例子來告訴你說 動點軌跡的概念非常重要 這個提點在跑 它會滿足某一種規則 那個規則你一定要搞清楚 規則是什麼 然後這個規則用數學的語言 把它記錄下來 有沒有看到 用數學的語言把它記錄下來 就會得到sy的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就稱為這個圖形的方程式 所以你看到它就會想到它 看到它就會想到它 它們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 這是代數的形式 這是圖形的形式 這樣聽懂嗎 知道 開始慢慢的有一點感覺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我們課本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 叫做頂級式的東西囉 注意哦 我們這個進度 接著 好想睡 好想睡老師不行了 對哦 翻到課本86頁 我們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好 直接聽 來 上面那一段文字哦 我要請你把它畫起來哦 平面上通過 A點-2-1的直線有很多條 對吧 那個線可以轉對不對 其中斜律為2的直線恰有一條 畫到這邊 畫到這邊 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對不對 來 那它接下來就講哦 那麼這條直線的方程式要怎麼求出來呢 你看哦 它上面怎麼寫 它說 假設這個動點P 來 設 P SY 它是 它是怎麼樣 它是 直線L上 哇靠 來 直線L上 異餘 我覺得你們課本一定要把它讀懂 異餘什麼東西呢 異餘A點 叫做-21 的什麼東西 的任意點 我要講哪裡 你不知道啊 呵呵呵 終身指導 來 欸 仔細聽哦 仔細聽哦 這裡這裡 他說這一條直線的血率是多少 血率是多少 血率是2對不對 來這裡這裡 這一條直線他的血率是2 然後他通過一個點 來這個點叫做誰呢 這個點叫做-21 我們來講幾個東西 同學-21這個點是什麼點 這不是動點這叫什麼點 這叫定點對不對 這是一個定點喔 好請問你我們要怎麼求出這一條直線的方程式 我們現在要用一種最原始的想法 就是動點軌跡 你要想像在這個直線上有一個什麼點 有一個動點 來這個動點p他的作標叫做s 倒點y 那現在要請教同學一件事情喔 這個p在直線上動來動去的時候 他會滿足某一種規則 請你告訴我 他滿足的規則是什麼 這個p點跟這個a點去算血率 他們算出來的血率一定會是多少 一定會是2 好 那這個地方 我要問同學一件事情 我們課本這裡寫的 有點奇怪的地方就是 他說這個p點是直線的 異於a的一個任意點 同學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是什麼 反正不是a那一點 對 阿為什麼他會避開a那一點 阿因為如果說你這樣的話 你 就等於這一點阿 如果是a的話還是協率 協率等於0 蛤?協率等於0 為什麼他這個p點要強調 他是跟a在不同位置 如果p點跟a點在同一個位置 能不能去算他的協率 是算不出來對不對 好所以他現在跟你說 這個動點p 他是異於a的正一點 好那我們知道 a算出來的協率一定是2 對不對 協率怎麼算 你看 縱軸X y-1 y座標相減 除以s座標相減 叫做s-掉 負2 就是s加2 是不是一定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2 請問你 我現在是不是把這個規則 用數學語言把它記錄下來 我是不是得到一個sy的關係式 可是現在我要問一個 其實很重要的問題喔 請問你 這個關係式是不是代表這條直線的方程式 你覺得是還不是 是 是嗎 你覺得是還不是 我再講一次喔 我現在已經得到一個sy的關係式 我要問的問題是 這個關係式是不是代表這條直線的方程式 不是 為什麼不是 不然他代表圖形長什麼樣子 這課本沒有講 但是很重要 因為觀念就從這邊去把它搞清楚 他的圖形長什麼樣 來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他的圖形長什麼樣子 他是一個有bug的圖形 他有什麼bug 他的圖形不是長這樣喔 因為你一開始在求的時候 你這個p點是怎麼樣 是異於a上的正一點喔 所以請問你 這些p點 這個sy會滿足這個關係式 請問這個算出來的這個 這個啊 這個傢伙啊 他的圖形是長什麼樣子 他是一條線喔 但是這一條線他在a點怎麼樣 對 他在a點被挖掉了 來 你把它畫上去 這叫-2 -1 他是一個有bug的圖形 這個傢伙的圖形長這個樣子喔 你知道嗎 他的圖形並不是一條線喔 他是一個被挖了一個洞的直線 在哪裡被挖洞 在a這個點被挖洞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為什麼 你說老師 -2-1這個點沒有在上面嗎 當然沒有喔 你把-2-1帶進去會得到誰 0分之0 0分之0會等於2嗎 不會啊 所以請問你這個點有沒有在這個圖形上 並沒有 那你說老師那怎麼辦 我們不是要求這條直線的方程式嗎 這個洞他是一個瑕疵 他是一個bug 但是數學上的bug分成兩種 一種是不能修正的bug 一種是可以修正的bug 你覺得這個題目的這個bug 可不可以被修正 他是屬於可以被修正的 怎麼樣去修正他的bug呢 我們課本輕描淡寫的就寫過去喔 他說喔 你只要把這個s加2怎麼樣 把它乘過去 把它改寫成y-1等於2倍的什麼東西 s加2 好 那寫成這樣子 就能把這個bug把它補起來嗎 可以啊 請問你寫成這樣子之後 這個-1這個點 請問有沒有在這個圖形上 你把-1帶進去 來-2帶進去這裡是不是0 1帶進去是不是0 0等於0 請問你這個點有沒有在這個圖形上 有啊 剛才這個p點喔 我跟你講 一開始這個p點這個是動點對不對 這個p點在這個圖形上 對吧 他也一定在這個圖形上 那你只要把 你只要把這個東西把它改寫成這樣 這個點帶進去等號也會成立 你這時候是不是就把這個洞把它怎麼樣 把它補起來了 那這樣子的寫法在數學上稱為叫什麼式 你知道喔 這個叫點斜式 這個明天我會再講一次 這個多講幾次你就越來越聰 請注意喔 這個叫點斜式 哪裡有點 這個-2-1有沒有看到 -2-1在這裡 這個就是點 這個2次什麼東西 就是喜慮 掌握喜慮跟定點 就可以很快寫出這條直線的方程式 懂不懂 懂不懂 我講很慢喔 Don't understand 要下課啦 差不多啦 你們到底行不行啊 欸要注意這個細節喔 這個細節要注意喔 有一學生說 欸老師 這個就是直線的方程式 這個圖形它是直線沒有錯 但是它是一個被挖了一個洞的直線 你聽懂嗎 它不是完整的直線 這樣好不好 可不可以 可以 確定 好啦 辛苦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看你們不行 謝謝